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阅读创世纪第二章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遗殿园创造天地的来历 在耶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 野地还没有草木 田间的菜书还没有长起来 因为耶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 也没有人耕地 但有雾气从地上腾 滋润遍地 耶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耶华神在东方伊甸立了一个圆子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耶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 可以育儿人的眼目 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 圆子当中就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有核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圆子 从那里分为四道 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非拉全地的 在那里有金子 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 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马脑 第二道和名叫鸡逊就是环绕古斯全地的 第三道和名叫第一哥里斯留在亚树的东边 第四道和就是诱发拉底和 耶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耶华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耶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华神用土造成了野地 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取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 耶华神就用那人身上说取了肋骨 造了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刺身肉体 并不羞耻 感谢主 感谢神 感谢我亲爱的阿爸父 阿妹